大家好,我是想跟大家分析一下世界人口的現況 我華宗的Joseph Yip 給了一個影片給我看 其實我們的世界是有足夠土地讓人口繼續增加的 所以我想從大歷史角度看看世界人口的情況如何 這裡我們看到世界人口的分佈 在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是非常慢的 基本上一直都是在10億人流下 一直到180年左右,人類人口才剛超過10億 但是接著80-200年,人口急增加 增加到今日的70多億人 人口增加原因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因為嬰兒死亡減低 嬰兒死亡減低是因為營養改良 衛生條件好了,醫療保健好了 其次是我們的糧食亦是生產增加了 糧食生產增加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比較便宜的能源 以及技術改進 這幅圖看到就是嬰兒死亡率 我們看到嬰兒死亡率 在1940年,每1,000名嬰兒 有200多個嬰兒死亡 即是差不多4分1的嬰兒會死亡 一直跌,跌到現在 只剩下20多個嬰兒 每1,000人,即剩下2.0% 因此,嬰兒死亡率下降得很急速 這段就在1940年到1950年 60年代這段時間 醫療設備、衛生條件 至於全部有好轉 至於糧食生產方面 我看這幅圖看到 上面那條線代表了 每個人平均得到糧食 我們看到在1950年一直開始 都仍然一直不停地上升 雖然人口增加得很快 但糧食增加的速度更快 使得每個人的糧食量有所增加 現在慢慢開始看到平均了 到底會繼續平均下去 還是會繼續上升 我們不知道 暫時看到糧食和人口數目 糧食增加更快 至於能源這幅圖 我們要看到最尖的地方 大約是2025年左右 估計2025至2030年 能源就會到達最高峰 當然除了我們可能找到其他能源 或者將核能的部分大量加大 大家看到圖 核能方面沒有什麼增加 所以如果核能增加 這個曲線可能會繼續上升 但有一點想看清楚 人口的上升和能源運用 基本上是一樣的 即是說 我們能源越多 就能夠支持人口越多 估計當我們能源下降時 人口都會下降 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們當然不知道 現在這個就是 看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已經發生的事 後面是估計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問三個問題 我們就是 人口會不會繼續增加 另外就是 我們的地球可不可以支持多些人 以及就是 人口應不應該增加 這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人口會不會增加 我們已經看到 那個人口增加速度 就由在192000年那段時間 大約每12年加多10億人 就慢慢慢慢 現在就開始慢了 現在我們去到 譬如現在是2013年 我們需要14年 才可以加多1億人 雖然人口多了 但我們的人口增加速度小了 換句話說 婦女的生產 即是嬰兒生產率 那個比例 比例少了 在1960年代 那麼 那個嬰兒生產率 大約每一個婦人 平均是35.5個BB 現在就已經跌到大約2.2了 換句話說 人類人口的增加速度就會慢 現在的趨勢已經慢了下來了 而如果我們看看圖隔離這裡 在右手邊那幅圖 那下面藍色的部分 就是代表那些已發展國家 那些已經工業國家 而黃色的部分 就是代表那些 現在是發展中國家 那麼看到 我們現在估計 大部分人口增長 會來自發展中國家 而已發展國家 其實人口是下降的 換句話說 我們亦都可以期望 當那個 人類的發展繼續進步的話 現在的發展中國家 那個 婦女所生 BB 那個數量 就會由現在的大約是 2.2個 可能會繼續再跌下去 就是說 世界人口 是可能會下降的 那麼 至於地球可否支持 再多些人口增加呢 那麼 我就很簡單用一個例子 就是用中國做例子 那麼中國 就大約有全世界 7%的可耕種面積 那麼 但是呢 中國是養回了大約有20%人口 那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全世界 都可以學到中國 這麼有效率去生產糧息的話 那麼我們人口大約可以增加 一倍左右 不是200%左右 一倍或者一倍多一點 那就是說 可以由今日的70億 增加到140億 都應該可能地球可以支持到 這個問題就變成了 最後一個 就是 我們人口應不應該增加了 那麼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 即刻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還有時間 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人口開始的增加速度慢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特別緊 即緊急要解決的問題 而呢 如果我們要討論這件事的話 我們一定要基於事實和數據 就不可以就是 完全用什麼什麼什麼主義 來講 我們一定要看數據 當然我們知道 就是如果我們是 用exponential growth的話 一定有一天 那個growth會快 那個地球上可以支持 那個人口 所以就是 我們一定要討論 就是 什麼時候 我們人類人口應該下降 或者呢 我們應該討論 就是現在這個趨勢已經形成了 我們不用再擔心 這個應該 不是一個要討論的問題 在微頂 所以這個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基於事實和數據來看 那另外呢 就有一點我想強調 就是 如果我們要強迫性 迅速地人口下降 那這個就非常非人道的 難道我們真的要選這些人來殺嗎 或者特地為了要減低人口 製造戰爭 死亡之類 我覺得這就非常不人道 所以 既然這個問題 都不是一個 立即要解決的問題 而呢 就 已經看到趨勢 人口的 增長率下降 而 可能有趨勢 就是在那些 發展中國家 如果他們都跟那個 已發展國家的歷史相同的話 去到程度之後 人口是會自動下降的 只是他們那個 即是 發展中國家 那個 可能還未到 當那個 到程度之後 自動下降 而發展中國家 以及 已發展國家的人口是下降的事 這個 這個 問題變色 不是問題了 所以 我就覺得 同意 華宗給我看 那個 片段的看法 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一個問題 我們不用擔心的問題 OK 拜拜